欢迎来到MOVING24H频道。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。 王一博奶奶粉势力壮大。除此之外现在男性粉丝也逐渐壮大。 王一博的粉丝,在娱乐圈里也是数一数二的,别的男人,要么是女朋友,要么就是妈妈,大部分都是女朋友。 但是王一博就不一样了,他的后宫粉占了绝大多数,本来大家都觉得这已经是他的底线了, 没料到,他的后宫团里,居然有这么多老一辈的后宫团成员在追他。 一个开着宝马的老头,引起了王一博的注意,因为这个老头正在收看王一博之前赞助的喜马拉雅收音机, 里面播放着王一博的节目,显然这个老头是特意找来的,所以这个老头的目的很明确, 那就是他对王一博有好感。评论区也有很多粉丝表示支持,有的和自己的祖父一样, 有的五十多岁的老人对王一博情有独钟,有的买了一部新手机,想要看王一博的电影, 还有的公司高层,想要给王一博打广告,想要推荐王一博的无名。 好像有不少人的周围,都有一些已经长大了的男人在暗恋着王一博,可能是自己常去的餐厅,可能是自己公司里的上司,也可能是自己偶然遇到的熟人, 总之,这些人都有一个共性,年龄都比较大。 王一博之所以能成为母亲粉丝,就是因为他太帅了,虽然胖了一圈,但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柔弱的人,无论是演戏还是运动,他都是一个人演,哪怕是累坏了,他也不会说一句话, 王一博虽然看起来很天真,但实际上,他有着一颗坚强的心,可能就是这个原因,所以王一博很受长辈们的喜爱。 宝可梦IP的总裁妻子,66岁的老太太,因为对王一博很有好感,58岁的老太太,为了追求新王一博,不惜乘坐火车,甚至还有人说, 91岁的老太太,为了追求王一博,联系,剧,节目都没停过,王一博的母亲粉丝很多,粉丝多一点也不奇怪,不过,没人会料到,王一博竟然还有这么多父亲,外公的粉丝。 冰与火的傅玉东,在王一博的影片首映式上,对王一博进行了一番夸奖,就好像是一个父亲在夸奖自己的孩子一般, 而现在,他的豪车上,还坐着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中年男人,正在给王一博唱歌,这让他很是佩服。 王一博的粉丝数量,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预料,因为他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,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年轻人,都会被他吸引。 老一辈的女人们,会为王一博的成功感到惋惜,会为他的小胖蹲点赞,会为他的演技点赞,就像是在为自己的儿子喝彩一样。 老一辈的男生,都会对王一博的体育精神赞不绝口,因为王一博不仅会骑摩托车,还会滑板,会溜溜球,会滑雪,会变戏法,他的体育天赋,实在是太好了, 这样一个充满活力,充满活力的少年郎,怎么可能不让男生心动?他们也想要像王一博这样的儿子啊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充满活力。再见。